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真是给你看什么呢 看新快报 你看啊 你先看一张这个照片 这就是很著名的 他的这个记者呀 不是被抓走吗 兵库 必报随小 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分量 然后呢 最近你再看他第二张 你看左下角 这个道歉 他这个骨头变成骨灰了 一小串 这个听说都派工作小组啊 整顿这个新快报 说阳城晚报集团的嘛 说阳城晚报今天还昨天在开会 你知道这个事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内地媒体啊 各种情况都有 你知道吗 有一种情况是 他们讲了很多的财经记者 实际上收钱 这都是不成文的这个规矩 对吧 你但是你看 你站在香港人的立场 他不可想象 我但是我跟你说 还有一种想象 我甚至就觉得他太傻了 为什么呢 你知道他内地 他这个有些时候啊 这个分辨不清 你比如香港关于广告 关于什么 分辨规定是很严格的 对吧 好 你知道内地 他甚至有的这个版面 有的栏目 他比如说 他就叫财经栏目 你知道吗 这个财经栏目啊 他就是要做财经的 所以有些时候 按咱们香港这儿的媒体 绝对不准报的 比如说 一个企业的成长之路 他也有不收钱的 因为他每天要播呀 你知道吗 要播他也可以发这种稿子 可是实际上也有没收钱的 这照我这个从香港来的看 我说你这不是广告吗 他说我这就是财经栏目 我每天就得写这个 可是呢 因为呢 你又报喜不报忧 一般的报道方向 你又不能说这个企业的坏 所以你看在大陆 很多个这个所谓 打着财经旗号的节目 杂志和什么呀 他讲的都是企业家的成功故事 对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 他真的是都收钱的 那不收钱的 在我看来 简直就有犯傻的嫌疑 就你不是免费给他宣传吗 但是你看 他这整个各种情况都有 其实不只是财经 我是十来年 我第一次知道 大陆这行就十年前 还有收钱这件事 我当时很震惊 现在也都知道怎么回事 尤其商业活动 或者旅游啊 生活 这些 不过全世界 比如说 副刊的记者收钱 或者是报纸受赞助 杂志受赞助 是理所当然的 全世界都一样 什么大媒体 比如说一个旅行社 开了一个什么新的旅行团 开发个新景点 一个国家旅游局赞助 请大家来玩 吃喝的 这很常见 但是问题是 合规则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写完个报道 比如说你刚才讲 金融时报也有 就Financial Times 也很多这种报道 比如说去了什么邮轮座 他一定写完文章之后 那个记者写完这个东西 或者受约的座 写完之后 他背后一定要写 这一次整个开销 是由什么什么的旅行社负责 什么机会负责 因为他这个一点 就是让人了解到 你写这个东西 背后是有人出钱的 要让读者意识到 你这篇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既定的立场的 或者会不会受影响的 那假如你没有写 你受到赞助 或者被人请客的话 那我们就会假设 那这个钱大概就是你自己 或者是报款花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你相对可能会客观点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伦理 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 很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都是媒体圈的人 比如说我涉及那么多 不同的媒体 我发现中国的媒体圈的 专业伦理跟自律的问题 特别特别严重 而且还不好说 我老实讲 就是我在所有的同行 我就在讲 谁到今天哪个这个新闻单位 如果是您的大广告客户 他出事了 你要骂他 你要接他的时候 谁不得犹豫犹豫 对吧 咱甭说你敢不敢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还真的 可能这只有中央级的媒体 他有一种官方的身份 你就真的是广告客户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上级说 你就出了事了 他可能也真敢弄一下 还有很多其他的媒体 谁不心里缠有缠有 这个你知道吗 这就是金主 我现在就就觉得 有些时候你看到一种现象没有 很多事例一开始都是野生的 就像宋江当年那个上梁山 但是到最后都被收编 你知道我讲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最早的网络 非常乱 对吧 不尊重人 怎么怎么着乱写 可那个时候就像是野生的 可是到后来你会慢慢发现 物理学有一个规律 叫做什么的事情会越越越越来越向无序的方向发展 对吧 实际上我觉得人为的世界正相反 一开始是无序的 但是你看很快就会有人来收编 收编不见得是政府 有时候是金钱 有的时候是企业 比如说很快就有人出现了 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删帖 删帖集团出现了 然后甚至于这个僵尸粉 就是完全就是被商业收编了 你要宣传吗 你要骂他吗 我跟你组织人画一下就上去了 你知道连狗仔队 我前两天听到一个传说 在传说这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说最早的狗仔队 在北京那边的 刚开始不还是说拍了谁的照相 有就是这个明星可能说 我给你钱 你不要弄 听说还曾经传出来说 这个狗仔队都有节操 当然这也是下三滥的节操 就是说我就是干这个的 你想拿钱买通 不行我非要给你发 这是我的理想 可是到了今天 我听说狗仔队 或者是民间的准狗仔队 已经开始什么呢 拍了你这明星的像 先跟你说说 你可以买 你知道到最后 你会看到很多野生的势力 渐渐的就被收编 包括新闻媒体 一开始有理想 报这个直东打西 我就像我刚才给你讲这番话 现在哪个新闻媒体 对于自己的大广告客户 你敢真的仗义直言 你会犹豫的 你会 我不是说你不敢 你会犹豫的 对吗 但是这个事要是反向操作 我们就知道行业内 一个不公 一个不言自明的现实 就是有时候媒体 也是黑社会 那黑社会 你给我做不做广告 你不做广告 我就接你啊 你知道吗 有的记者不就 不就出去吗 很多矿难新闻也是 很多矿难嘛 很多记者 甚至是有真记者 有假记者 是啊 上门勒索也有啊 就是你看这种 这种事情 到最后都被变成了 一种利益的手段 是 可是呢 反过来讲啊 你刚刚说的是野生的状态 我觉得中国 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 恰恰是因为太不野了 所以想野 什么叫太不野 所以想野呢 就我接触很多记者编辑 他们不是没有理想 不是没有热情 是有新闻理念的人 但是很奇特的地方 就是你一旦跟他说 你这篇报道 或者你这么采访 你写这么东西 是违反了很多 局势公认的专业守折的 比如说你们平衡报道啊 你比如说今天 他要写一篇文章 大肆批判 斗文涛一个什么事 然后你整篇报道写了 引述了很多人的话 就是没采访你 你说是对吗 那么很多这些东西 我跟他们聊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意识得到这个问题 但是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呢 我觉得后来 因为人人都这样 不是 我后来才慢慢发现 他们基本上不太在乎 新闻专业伦理跟守折的理由 就是他们把这所有的守折跟伦理 都看成是对他的新闻自由的限制 而他整个新闻人 媒体人 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获得自由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底下 你没有那么无边无际的自由 那久而久之呢 他们培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任何的审查都是坏东西 任何审查是外在强加于我 我都要反抗 包括连我们讲专业伦理 他都看成是同一回事 然后呢 你甚至跟他讲新闻专业伦理 就是个自律的伦理要求 他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由上而下 颁布的东西 我也要抵制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又有些错位 就我们政府呢 他的管理方法你也晓得 就他有时候是以有些政治的观点 来做一些管理 但是有时候他又讲伦理 他说你这违反性伦理 混在一块 你这么混在一块 所以大家就觉得凡是政府 说怎么管的 我们心里面都首先有点抵触感 我觉得这个才很奇怪 恰恰因为太不野 所以很想野 能野的时候就很野了 其实还有一种原因 我要用个比喻 就是说这个姑娘 追求爱情失败 她才去帮大款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台军预警机机密外泄大陆 美台军事资讯链 被解放军掌握 越南将获 遏制新潜艇 寻衣南海 自卫队阅兵 日本展示 美制两级战车 安倍表明 要遏制中国 解放军的轰流轰炸机 预警机多次穿越冲绳 终日对抗升级 中国官方高调披露 核潜艇延续 海外几度 极放军亮出核打激励 预示新核潜艇 录翼 极放军准备出手 震慑对手 晚安台越南越特约 军军官大使 周三封晚期中文台 丙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我不得不承认 你刚才讲那些东西 都是对的 都是不是对的 都是真的 但是越是真的 那就越可怕 就是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难道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吗 就是记者都在拿 工资之外的灰色的收入 当我们报道 一个报道后面都是金钱 商家在操控 实在不行 还有很多政治的因素 加在一起 那怎么办呢 那难道这些 就是没办法的吗 难道就没有 我在想 我始终不觉得 我是传媒里的人 我在想我们这个 大学里面 写论文 有三种情况下 你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是看不起的 别人评审的时候 我们是会看不起的 一种是你出现硬伤 你的资料错 你的东西很大的错误 这就像谣言 就像这个不顾事实 就像那个程勇 多少个亿广告费 搞错了 这是硬伤 这是第一 第二 没有硬伤 但你这篇文章 你是花了钱去发表的 你不是正常投稿的 你给了那个出版社 一大笔钱 给那个编辑 送他礼 招待他 或者甚至男女关系 等等的 你发表你的论文 我们不管你的论文 怎么样 是瞧不起的 瞧不起的 而且你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算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的 其实是第二种了 就是这种是第二种 还有第三种 现在常有啊 上面来组织你写文章 要写某一个观点的文章 我们谁都知道 他不是这么个人 他平常不相信的 可是这个时候 你写了这个文章 上面就会重视 就会让你转载到 什么版面 出风头 虽然会被学术界骂一通 但有的人还说 这种也是看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 可是 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学术界是学术界 但舆论网 我觉得这三种都得进 可是在今天的这个 这个关系当中啊 瞧得起值几个钱呢 对啊 你明白吗 我自己对这个 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啊 不是 我自己对这个 就是最有体会了 你这个 我跟你讲 这个社会里啊 不是没有刚直不阿的人 有的人一直坚持着某种节操 哪怕他都变成了暴残首缺 固步自封 都不能跟着时代走了 但是仍然可以敬佩 他就不改 但是我得承认 我是一个便捷分子 在这十多年 你看 你比如你就像我讲啊 我也曾经有过新闻理想吧 想往过 咱就想说什么 说什么 对不对 咱这么多年了 可是真的 真爱追不到就帮大款了 到今天我会觉得 我不是不能说 我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呢 我可以实话实说 我觉得挣钱第一 我最多只能做到 说咱别丧了良心 别失了这个媒体的底线 对吧 对啊 但是 我而且你知道 在今天这个社会 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三个就是底线 我跟你们讲啊 就是说 这个有更复杂的情况 最近呢 我经常在各种场合啊 讲一个艺术家 就上个世纪的 叫Andy Warhol 可能有些人 还不知道 其实他是上个世纪 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了 是吧 我不用了 讲他呢 其实我是发现的 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觉得他 好像解脱了我的一个困境 比方说啊 你像我曾经是 多少年前 我跟你说 几百万的广告 不拍 丢人 说不拍就不拍了 到今天 我想拍都没人找我拍 肠子都毁清了 你知道 我就 我现在就觉得啊 很多时候 这个 我给你可以给你看看 Andy Warhol 是谁 你可以看看 就是上个世纪的 这个这个艺术 美国著名的艺术家 Andy Warhol 你知道吗 实际死了才几十年 是吧 应该说啊 然后 你再看下边 前一阵闹个笑话 才有意思了 北京的一家报纸 你仔细看看 读一读 徐老师 这个波普大师 Andy Warhol 来华探讨收藏 美国波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最近将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与广大艺术爱好者见面 等等 这什么 假新闻呢 还是说另外有个人叫Andy Warhol 他是一个华人员 就叫安迪 沃 姓安 叫迪沃 真有其人 你再看看Andy Warhol的艺术 咱们顺带可以看看啊 就是这个 你看Andy Warhol 就是这个 这些箱子 商品 美元 这是他的艺术 你再看下边 他画这个罐子 就这个汤罐 这个很经典 这很经典 这他作品 现在得卖多少个亿 是吧 几亿美 上亿美元 我们再画就没有用了 对 你知道 他的一种方式啊 是什么 就像我 我原来就说的 你比如说 就咱们这个罐 一开始啊 我本人都有点不习惯 因为观众也会骂我 我就说 我本人这些年经历的这个 这个挣扎啊 就像我个人对广告的态度一样 包括这个 最后我就发现 你是不能拒绝的 这个 然后你知道 到最后我就发现 过去我们以为电视是一个殿堂 对吗 今天我有理由认为 电视不是一个殿堂 电视是一个橱窗 为什么 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 我总想象着 把它弄得多么精致 怎么起程转合 后来在电视台一播出啊 徐老师 你最近看电视吗 我发现现在这电视台的播出啊 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荧幕的感觉了 他无数的东西在干扰你的节目 底下这个字条啊 请打10086什么什么手机短信 有讲问他 这儿又抱着天气 这儿又弄着什么 你在看台湾的电视 他恨不得这个信息的这个需求 你就像一个橱窗 你再看看这个这个照片 安迪沃尔就是一个橱窗设计的 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这个艺术家 你看你看在欧洲的这个欧美城市都有这个橱窗是一门艺术 你再看下面这个橱窗 我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渐渐我这个便捷分子啊 我能够意识到就是有人找我拍广告 我可以拍 然后呢 我现在觉得啊 你拼命反都没用 我们就是 他就不找你 对他就不找 长期有价无事啊 但是呢 我就意识到啊 可能我的选择是跟他共存 最后安迪沃尔的选择 我认为就是这样 就是就这就是这个今天的社会 全是商品商标 你想 你跟你 你想排斥他 你还是 像安迪沃尔其实就是有一种反讽的态度 大概啊 就是让我们 他就是我们嘛 你讲的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从精英到病治的这么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 但在这个文化变迁的过程 你放一贯东西做广告 你给我放歪了 你给我放歪了 他们就不准这期节目播出了 你在节目里 驱离拐弯的为他说话 还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 就是文道刚才讲的 广告就是广告 你说明了 谁都明白你是广告 但是你如果在你的观点里 假装你在讲真理 假装你在探讨一个事实 实际上你是收了利益 而且不告诉人家 这个是践踏了底线 这个底线 从人文主义到今天没变过 不管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样的 那么你知道今天没有什么真正的电影评论吗 我还可以告诉你 今天的那些个宣传 不管是电影 还是什么电视剧 你们只要稍微一个有点文化水平的人 你看看那些个夸奖的文章 你就知道那是宣传写的 那是组织人写的 连表扬影评 或者连批评的 都可以是组织的 那他们做得很好 他让你看得出来是他们写的 那就是他没写好 他坚持了底线 那是他没写好 咱们下期议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论风云开河 还是蛛丝马迹 正被观测 在轻重缓急之间 解码 陈牌之音 克林苏震海经科目 星期三 凤凰卫视中央台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我就不要把它变成 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它还是整个产业的结构的问题 你没有说 为什么那些记者要收钱 比如说去做一些公司的 上市发布会 或者他会收红包 这是行规了 那是因为 这笔收入 所谓的灰色收入 其实已经被雇用 他们的报馆 媒体 当成了正常收入来计算 现在在中国这一行 很奇怪的是 大部分的媒体工作人员 编辑记者 从电视台到报纸 他们的基本底薪 都是很低的 他们拿的主要是什么钱 是额外的钱 额外的钱是什么 比如说你写了一篇稿子 能够获得刊登 那就有一笔稿费 那你如果出去做这种采访 就是财经记者最受人羡慕 是因为特别多这种商业活动 拿红包 是当成了你的正常工资来算 所以你如果要绝对比较 今天我们中国某份报纸的财经记者的 这个薪水 跟我们全国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比例来比较 拿跟一个外国比较 你会发现我们低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人家外国在请记者的时候 从来没想过你要出去收红包 你还用全力收红包 而且也从来没想过 你写了一篇稿子 就还有稿费 你是本报记者 你写稿子就没稿费 我们跟你讲的很清楚 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 你要交多少稿 就这样 月薪就这么给你 假如你做得很好 将来你会加薪 将来你会升职 那说到升职 中国又有第二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在别的地方 包括在其实民国年代也是这样 有些记者 因为写得太好 太有名 所以他可以一直干记者 如果他又喜欢干 人家又喜欢他干的话 他一直干 他薪水可以一直加 加到相当总编 甚至比总编还厉害 但在今天中国的这个 陈级的制度底下 你当记者就是底层 你一定要做编辑 才叫高层 然后要一直往上爬 所以到了最后 最优秀的记者 到了最后 往往都不可能 再在前线继续工作 他在当官 他在做行政 就在中国的情况是 任何事你干好了 那就必须是当官 就对于我们电视台也是一样 做节目监制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编导 极少有人在编导位置上 前线创作二三十年 他多半做了五年很优秀 就提拔上去就副台长 因为他只有升到那 他才能够拿到高薪 他的待遇 就是这个 还有地位 其实他讲的 这个就是你以前也讲过 就是我们各行各业 靠灰色收入 大过实际收入 这是各种弊病的一个 总源权 对 这是一个总源 通的 他是各种矛盾 都通到这个地方 就是所以我说 中国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该给的钱没给够 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 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不是原来早说吧 让每一个人做他的本质工作 成为他收入的最主要部分 就是就是你说的这一番话 都让我感觉到今天呢 最大的失落 是真相的失落 这个社会没有真相 其实真相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好说 对吧 就是那裤子不能脱 不知道 接着为您播出 真的不知道 就是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你说这事的真相 是什么 我就问